正统十四年,皇帝冲动出征,大将遇难,明朝差点亡。 正统十四年,七月,一个年轻冲动的皇帝,一个立以熏心的宦官,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走出了北京城。 这里是趣味历史,我是小猫。 不到一个月时间,北京城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噩耗,随军出征的重量级武将勋贵,太师英国公张府,太保城国公朱勇,兵部尚书旷野,大将吴克忠等五十多人全部遇难,或战死,或死于乱军之中。 这支庞大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连皇帝也有去无回,被俘虏了。 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建政第八十一年,是许多名将墓碑上的祖年,连明朝也差点亡于此年。 自明太祖诸元璋问鼎中原起,明朝与陶顿至长城以北的北原残余势力就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红武,永乐两朝,明军多次北伐,只为遏制援军对中原的觊觎。 不过,光靠武力解决双边争端,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难免会陷入穷兵独武的境地。 因此,在帝国统治安全性的驱使下,明朝一方面着力打造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与臣服自己的外邦,部落建立朝共贸易关系,以实现经济,外交上的双边共赢。 当时,外邦只要愿意向大明称臣,明廷就会与之展开封贡户室,他帮使臣可携带土特产,麻痹等大宗商品到中土来朝见明朝皇帝。 而作为东道主,明廷则在使臣来访期间做好一切招待工作,并赏赐各藩属国,部落领袖大量的财物。 待各国使臣回朝时,明朝皇帝还会以回赐的名义仅使臣每人一份丰厚奖赏。 凡此种种,均展示了大明天朝上国的戊富民风。 经过明朝这一套组合拳的收买,周边的敌对势力已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了。 但,明廷始终有一块心病,蒙古各部落从未放弃过统一草原的念头。 最终,在达达部托托不花与瓦剌部托欢也先的结盟之后,漠北蒙古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当然,比起当年成吉思汉雄霸欧亚大陆,此时的托欢也先父子可谓是要啥啥没有,吃啥啥不剩。 所以,为了蒙古不足的发展,他们不止一次胁迫大汉托托不花南清。 至于南清的核心目的,也先相当直白地宣称,纵不得其大城池。 使其田不得庚,民不得西,多所挑略,一族一城。 可见,也先始终希望通过战争截略大明,以使蒙古各部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 但与直接开战相比,朝贡护士的成本显然更低。 况且,明朝一贯后代臣服于己的友邦、部落。 因此,托欢也先两父子均认为,在自身实力上不强时,借朝贡之机,狠狠地敲明朝的竹杠时乃上上之选。 正统二年,也先的父亲托欢首座表率,并麾下都指挥迁士阿都赤率领267人使团,压着大批骆驼、马匹到明朝朝贡并商议护士细节。 当时,仅为不久的明宗朱祁镇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国家大事均由三阳报与张太皇太后决断。 眼见不属于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瓦剌人组织起大规模的朝贡队伍,明朝方面并未引起必要的警觉,而是赵以往对待其他外邦的惯例,给予瓦剌使臣数十倍积的赏赐。 这一下彻底激起了托欢等人贪婪的胃口。 才过了两年,新继任的瓦剌太师野仙又组织了上千人的使团访命。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野仙就会派出上千人乃至数千人的使团前往明朝逃赏。 而出于维护天朝上国形象的需要,明朝深知这群恶狼来者不善,却还是硬着头皮以早是太平为名,赏赖金箔无算,繁琐情起,义无不语。 野仙毫不收敛,为了薅羊毛,他指使瓦剌使团虚报人数,疯狂地骗取赏赐。 结果,明朝竟生生被这群恶狼拖累,经济逐渐不堪重负。 正统七年,亲政后的明英宗下诏,并镇守大同的武定伯朱面,参将石亨设法阻截瓦剌团入朝。 在这则诏书中,他明确规定,往后瓦剌使臣入朝觐见,人数不许超过三百人。 如果瓦剌不遵照执行,大明滇镇将官有权将他们拦在关外,点清人数后再放行入关,抄出来的使臣要么远路打到回府,要么先到猫庄集中,直到入关使臣从北京返回后,再一同回去。 然而,明英宗的诏书在野仙面前,形容废致,由于这些年拖欢,野仙父子多次采用诈骗的行径,在朝公暴力上获利甚多,骤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必然有损野仙等人在蒙古各部的威望。 因此,接到赵令的野仙,不仅没有改正错误,反倒变本加厉,再次扩大出使人群,同时,私下令使臣窥探明朝虚使,夹带违禁交易的兵甲、火器、弓箭等开启黑市军火贸易。 明朝只能一再预令压制瓦剌使团人数,并采取固定赏赐金额的措施,来限制瓦剌使臣贪婪的胃口。 超标的瓦剌使臣虽然不能进京,但他们仍旧拥有使臣身份。 大明理部不负责接待,那么,接待的任务就全数压在了地方政府以及编阵守将的肩上。 正同九年,悬案山西监察御使院客在给朝廷的奏报中称,瓦剌等处朝贡使臣过大同者,遂以数千,公益之费,上下苦之。 镇守大同的时候也曾奏报称,瓦剌朝贡使臣东二千余,往来接送及严重弥月,供牛羊三千余之,酒三千余坦,米卖一百余食,金额花果诸物莫及其数,取给官粮不敷。 看,接待一次瓦剌使团不仅要掏空大同官邻的荷包,甚至连隔壁几个军阵卫所也受波及。 正统十四年春,也先向明朝派遣了两千余人贡马,却谎称有三千人,伺机向明朝勒索腰赏。 民宗身边最受宠幸的大太监王震怒奇诈,捡去瓦架,这时瓦剌使团大师颜面,也让也先找到了开启战端的借口。 同天七月,也先联络蒙古各部,兵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 土木铺之战,一触即发。 起初,民宗并没有一架亲征的念头。 可开战没几天,前方传回的战报却令明朝上下大伪惊骇。 先是九任边陲的大同参将吴浩在猫庄收拾野先时,被对方伏击阵亡。 紧接着,由大同总督宋英、吴定伯朱勉、驸马督御警员和石鹏率领的四路支援前线大军,也在抵御来犯之敌实实力。 宋英、钟勉、警员等忠服而死,为石鹏快马逃脱战场,侥幸免于一死。 不仅大同的局面难以控制,据明实录记载,在宣服抵御阿瓦支援大军南清的总兵杨洪也头疼不已。 杨洪在明朝中期的将颖中以萧永善占著称。 他早年率部隋明成祖朱棣远征证诺北,在沃南河畔大拜达达大汉等雅施力,使之锦率七七逃顿,因此被明成祖盛赞为当时将才。 但此次面对蒙古大军的南清,杨洪明显准备不足,阿瓦支援的大军在进攻前就将宣服驻军的水源切断,并将宣服为的水泄不通。 不过,阿瓦支援似乎对发动战争不太感兴趣。 围城期间,他曾令人设书城中,要求与明军议和,向明朝方面继续维持之前开放朝宫护士的待遇。 可见,瓦剌南清,还是为了钱。而明朝这边,却接连发声边将契承逃跑之势。 在阿瓦支援求和前后,正统十四年九月,巡抚大同宣服的都于水罗亨信上座朝廷称, 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碉堡指挥姚轩先于妾内文贼入境,契承怯家奔走,以至怀来、永宁等位一行仿效。 对于边疆临阵逃跑一事,朝廷委托杨红处理,结果,杨红宽幼了这群边将,并令他们率所部官军到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声援。 眼见前线战士越来越不利于明朝,23岁的明宗这才依然决定御驾亲征。 没想到,年轻皇帝的决定还是吓坏了俯辟他的骨功大臣。 兵部尚书旷野和侍郎倪谦极力反对皇帝御驾亲征,认为明军此时准备不充分,贸然出兵,必遭大败。 吏部尚书王旨等人也进行劝谏,指出也先火最擅长断人水源,如果陛下出征,不仅后勤粮草堪忧,万一被切断水源,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面对群臣建祖,明宗和他宠幸的全唤王振却可有想法。 一方面,明宗自登基之日起,就有效仿祖宗亲征漠北,重振大明基业的想法。 另一方面,王振虽认私立兼掌印,拥有总管宫中宦官事务,及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文件,代传皇帝御职等权力,但说到底对国家并无甚功劳,难以确立威信,无法与此前欺下西洋的郑和以及监管罗干都斯的伊士哈等宦官相提并论,估他急需一个立功的机会,来清洗朝野对他的不满情绪。 于是,当明宗表露出亲征的想法时,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促成此事。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由明宗亲自率领的几十万民军正式开拔,太师英国公张福,太保成国公朱永等元老宿将,兵部尚书旷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奈,张义等文臣武将,均追随年轻的皇帝出征。 此次参战的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向来众说纷纭,有二十万,五十万等说法。 从明宗下达亲征诏书到明军整体开拔,中间仅隔了两天时间,极点明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能力集结五十万大军,对一场即将爆发的大型战役而言,仍旧显得十分仓促。 因此,无论事后会否发生同铺之变,明军都难逃大概率战败的结局。 7月19日,明宗的车架近底居庸关,此时,野先的大部队已经在北线与明军的遭遇战中占个先机。 明军掌途而至,一路上看到的不是浮石遍野,就是血流成河,所以军心逐渐不稳。 可明宗对此事儿不见,为了尽快完成对北线明军的救援任务,他督令全军加紧行军。 就在几十万大军行进途中,天空突降暴雨,大部队更添了一丝衰气。 一些随驾大臣向明宗提出,向大军停止冒进,稍稍后撤以关战场行事。 正在心头上的明宗此时热血沸腾,根本不停。 过了居庸关,他又会师宣府,进抵金明山。 到了金明山,明宗一高兴,干脆将前线军务处绝权,交托亲信太监王振处理。 有皇帝撑腰,王振自然不会放过表现机会。 当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矿野等人力臣不可亲近时, 他竟大声痛骂矿野,你这俯如怎知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 陈国公朱勇向民宗递交紧急军情,王振也耍起威风,要朱勇细行听令。 朱勇属于军中二号人物,慰望仅次于英国公张府。 如此羞辱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将,军中将士自然义愤填膺。 他们怯责王振专权太过,提议诛杀王振以安军心。 为此,一群兵士还闯了明军主帅张府的大营,希望他能聆听将士们的心声提天行道。 可惜,张府为人于衷,担心此举会遭致明英宗不满,迁怒于己,此计最终没有实施。 此前野先围攻大同时,除了石亨侥幸逃脱外,大同监军太监郭靖也堵入草丛,捡回一条性命。 就在群臣与王振意见相左之际,8月1日,明军的车架抵达大同,太监郭靖献身,向他的好友兼上司王振立陈前行的巨大风险,王振这才答应了回乱之事。 明军这一趟折腾注定是不顺的。 得知明朝大军一路向西挺进时,野先就担心自己的几万人马无法抗衡明军数十万精锐,所以,还没见到明朝援军影子的时候,他就早早收缩部队,退出大同,等待战机。 结果,明军未战先撤,野先哪里愿意放过这种天赐的几率机会。 伴随大明军对后撤的脚步,野先提兵追击而来。 形势紧迫,留守大同的副总兵郭登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向内阁大学士曹奈、张义等人递交了明军后撤计划。 他建议,明军的车架可以精锐长城,由此经关入关,如此就能避开野先大军的伪劣,只要进入河北一线地界,大部队安全返回京师就没问题了。 这个方案,王震和明宗起初都是同意的,可大军后撤还不到40里,王震就发现从大同往紫禁关方向撤军,势必要经过他的老家山西魏州。 他怕几十万大军从家乡过境,一定会损坏家乡的农田作物。 于是,在他的怂恿下,明英宗下令明军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转至宣府入关。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明军撤退的时间完全耽误了。 就在明军竭力呵护庄稼,小心腾挪肩,超直线的野先大军追了上来。 等到明英宗走到雷加战时,野先已经追到亲征大军后裔,四季发起突袭。 见状,公顺伯无克中,都督无克勤兄弟俩向皇帝请命,留下来为大部队断后。 然而,马拉大军人马太多,无视兄弟虽立战秦英,杀敌数人,中英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已经护驾走到要领的朱勇、薛兽等人,只能再次分兵,让皇帝先走,留下四万部队,阻击也先大军。 由于明军仓促应战,加上随军太监、留僧部署地形贸然进攻,导致朱勇、薛兽等后军出师不力,四万大军全数亡于阵前。 死了这么多人,王战还是没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一边骂骂咧咧,斥责明军作战无能,一边继续领着剩余的明军,走向他的墓穴,土木铺。 土木铺虽是京北三大宝之一,但说白了就是个稍大点的土著砖包,压根容不下数十万的清征霸军。 更要命的是,土木铺一带既没有可靠的水源,也没有足够的粮草。 每两日,就逼得明军开始动手挖地下水。 可是周围地形复杂,全山环绕,除了封沙,一滴液体也没有。 随军大臣们赶紧提议,让大军撤往居庸关。 居庸关据土木铺不过百里,成高持身,是京师北边最重要的官城。 这个方案,遭到王震的否决。 又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新方案,撤军二十里外的怀来位,借助魏城抵律野先大军, 同时派人向京师报信,并各地领兵勤王。 可王震再次作死,他一路上搜刮了一大堆金银财博, 这些稀罕玩物被装在一千辆自重大车上。 明军丢下自重即行军,王震死活不乐意。 最后一扇通往活路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趁着明军出发寻找水源,也先突然发动进攻。 刹那间,军龙不整的明军权限崩溃。 英国公张府,兵部尚书旷野,立部尚书王佐等五十一名随征官员尽数死于乱军之中。 最后时刻,王震和明宗身边只剩下少量的锦衣卫。 尽管他们多次拼死突围,但面对瓦剌大军的重重围困,叹得冲击无益于徒劳。 直到看见身边无数锦衣卫挺身而出战死,王震和明宗这才醒悟过来。 此刻,为时已晚,一直护卫在明宗身边的老将凡中,早就恨透了王震的善权误果。 他不顾明宗的反对,抡起一把大铁锤,当场把王震砸死。 然而,伴随着野仙大军的不断劲逼,王震的死定没能给这场战役带来扭转空间。 明宗身边的锦衣卫和禁卫军越战越少,老将凡中也在护卫明宗出逃时,被乱箭射死,壮烈殉国。 明宗箭实在无法突围,索性下马,盘腿而坐,等待野仙大军的审判。 瓦剌士兵围了上来,起初以为明宗只是来不及逃跑的普通将领,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立了大功。 明宗被俘,明朝动荡。 皇帝亲征被俘虏,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 但在野仙眼里,此时的明宗,就像是吕不韦手中的盈役人,其货可居,只想卖个高价。 抓到明宗的第二天,野仙就挟持对方扣官。 与此同时,明宗被俘的消息迅速传回京师。 虽然明宗出征前曾拟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经师,但这种留守实际上只是正着百姓而已,大明王朝的实权依旧掌控在明宗手中,而政务则交由内阁商办处理。 因此,明宗被俘对天下的震动可想而知。 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朝的留守大臣随后赞同于谦另立新军的提议,把成王扶政,着手准备击退瓦剌。 正统十四年九月,成王朱祁钰登基,即明代宗。 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宗自即位之日起,就立时要救回哥哥,姚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并且用兵部侍郎于谦,誓死守卫北京城。 也先远以为有明宗在手,率着蒙古大军到北京城下打草谷,肯定能狠狠地敲上一笔。 熟料,瓦瓦骑兵一路南下触动了中原百姓千百年来对外族入侵的敏感神经,当得知明朝留守部队将对也先的军队发起反击时, 无数百姓选择了与明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敌,要么报名参加各路齐王大军,要么拿起工具跑上北京城楼,协助明军守城。 来到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不过一两万人,而各地赶来秦王尚未进入北京城的部队,就达二三二乱之中,几乎对瓦剌骑兵形成反包围。 在围攻北京城越于无果后,也先不敢如从前那般嚣张,即令部队撤出战场。 这时,在于谦的指挥下,明军倾巢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尾随追杀瓦剌军,避敌尽万。 也先只能率部土顿漠北,并着手策划送还明宗事宜。 锦太元年8月15日,又是一个中秋月圆夜,在瓦剌当了一年俘虏的明宗朱祁镇终于返回北京城。 经此一役,他似乎成熟稳重了些。 但是,土木铺的惨败,却给大明王朝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成为整个帝国强卧盛衰的分水岭。 特别是追随明宗出征的一批武臣熏贵通通站没在土木铺,一下子打破了由朱元璋、朱棣等数代先帝努力创造的文武制衡格局。 自此之后,明朝逐渐陷入了文官把持朝政的局面。 但随着皇权与臣权的矛盾不断加深,为了压制文官集团的繁衍与发展,后世的皇帝们只能自东闯的基础上,在设西场、内行场,从文官手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以维持朝堂的平衡与稳定。 然而,宦官掌权的结果在唐朝已得到验证,明朝再行恢复,无异于引证止渴。 明宗对付的影响力过大,这是从陀之变后,除了一类明武宗,明朝再无帝王亲自率兵出征或到民间抵杀民情。 久居深宫的皇帝终究与整个帝国日渐脱节。 更为严重的是,明宗被放归后,帝都深宫之内,二龙相见,形成了皇位的历史遗留问题。 皇权斗争若隐若现,一些朝臣为了自保或上位,左右摇摆,图谋不轨,一场新的政治灾难已在酝酿之中。 皇权斗争若想起来 rating,刘恤可我们的 grandfather夫将 紫彦忽很多空过亚, 妥忻战争若然是 nem一个发生的钱,决定场领� creature秘识愿状失去。